亲爱的徒儿 你还好吗 我们下一个 已经要上的是小序卦 那后学学习 攻读小序卦的 卦词 小序 前下训上 小序 亨 命云不语 自我西娇 拽约 小序 柔得胃 而上下应之 约小序 见而训 刚中而至行 乃亨 命云不语 上网也 自我西娇 师未行也 向曰 风行天上 小序 君子以义闻德 初九 复字道 何其就 即 向曰 复字道 其一即也 九二 千复 即 向曰 千复在中 亦不自私也 九三 于说福 夫妻反目 向曰 夫妻反目 不能正视也 六四 有福 写去剃出 无救 向曰 有福 上何至也 九五 有福 鸾如 父以其林 向曰 有福 鸾如 不读 父也 上九 既雨 既楚 上德在 父真立 月姬望 君子 真生 向曰 既雨 既楚 德姬在也 君子 真凶 有所一也 姚慈 训 忠训 丰天 小叙 粗九 明驱 直辨 是非 九二 切于 问而 尽私 九三 君子 学智 其道 六四 直得 宏道 九五 学其道 以度重 上九 行 以 信 而 感人 感谢天师的 感谢 先生 这么大德 那我们接下来是 这个挂叫做小续挂 这个挂呢 这个小啊 在传统的易经 这个小就是 有大小的小 的意思 是指那个 细机的物质的多少 但是呢 在白洋易啊 这个小就有 开始的意思 小续就是 开始 细机 啊 那开始细机什么呢 开始细机这个德性 就一个人啊 开始小的 要细机德性 这有时候 这有时候不是说 到了某一个年龄 就会 有的人啊 道理从小就知道 但是 到很老了 都还不晓得 要把这个道理去实践 然后要培养德性 好 所以 当一个人 开始 小的 要培养德性 这个就是小细挂 叫做 开始细机德性 好 我们看看这里 这个挂像 上面是风 下面是天 性就是风嘛 所以叫风天小续 好 风天小续呢 代表的是 天上有一朵 有一朵云呢 风一吹过来 把它吹散 所以 雨就下不来 代表说 条件还不成熟 只有小小的细机 这样子 那代表说 还不够多 所以这个小细 原本的意思 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是在讲细机 细机物资 传统艺经主要是讲细机物资 细机人力 这些 所以小细呢 就是从 人生的小有机细开始 传统 以物资 材货的细机为解释 这样子 其实 看不出这一挂 有什么重要的道理 因为 如果只是讲 东西物资 还有 材货 这些细机 有时候不需要人教 你看那个小孩子 很小很小 刚开始会玩玩技 他就把玩技抓在手上 喜欢的 你要拿 你要给他拿开的话 他就会哭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的 因为他喜欢 他就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藏起来 自己会细机 细机藏起来 然后这样子 自己可以享用的时候可以用 所以小孩子小 你不用教他 他就会细机 财货 所以如果 易经只是讲这样一个道理 那也 这个小西瓜 感觉没什么特别的 所以 白羊小西瓜不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学易经 学到最后 一定要学白羊乙 你才知道易经的 美好的内涵 易经讲了道理 没有写白羊乙 不知道道理的好 易经道理的好 传统我们都把易经 看成不挂酸命 那个是因为后天乙 着重在急凶祸 先天乙就不一样 先天乙 就是我们的白羊乙 着重在 以道 来看问题 以道 来解决问题 不是用急凶祸 看问题 急凶祸 解决问题 所以 同样 一个人在细机财货 小西瓜如果是传统的周易 他就告诉你 怎么样细机财货 才可以 获得大吉 而不会凶 你要从急凶祸 无观点来看 但是 白羊乙就告诉我们 他从道的观点来看 道的观点来看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一个人要 除备东西 不要只是看 有形的 应该要看一些无形的 有时候无形的东西 才能长久 才能永恒 所以他德性才是 你要细机的 所以这个小西瓜就变成 小有机系 也就变成了 开始细机 什么 细机德性 所以这个就是从道的观点来看 一个人在细机东西 要细机什么 细机德性 所以我们学了这一卦 就会知道细机德财 比细机钱财 更重要 但是他的难度 就更高 因为德财看不到 那钱财看得到 所以细机德财 需要有更高的智慧 更大的愿力 传统益经 因为着重在有形的东西 所以你看这个细 细这个是 它就是田跟汁的组合 所以代表是农作物的积蓄 这些都是有形的 这是传统益经 所讲的 那 成统益经这个细 小细刚好在比卦之后 比卦代表说 你的人缘之间 能够相处得很好 相亲相爱 当然 这样子就可以有所细机 那白羊细卦呢 是在大细卦 大壮卦之后 代表说 一个人有一个好的位置点 他就要开始懂得 培养德性 大壮是在讲一个大好的位置点 可以用来修德 用来袭击德性 可以成就精子的德业 所以来到小细 小细的特征在什么呢 在于有企图心 但是力量还不够 所以叫做企图望 旺盛力量不足 那这个力量不足是因为他经验不够 企图心旺是因为刚开始都会特别用心 企图心旺 这就是这一挂的特征 从这个挂项来看 它是一个阴遥 阳 五个阳遥 力量有限 那所以需要有所停顿 小细呢 就是因为他的力量 细聚还不够 所以不能够马上赋予重责大任 让他去大有作为 那还不行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一个新道卿 开完三天法会 非常的发心 这个时候呢 他开始晓得要修半道 这个叫做小续 这个时候他是小续 因为他开始晓得修半道 发心了嘛 可是这个时候呢 虽然他很有心 但是你不要马上给他重责大任 会把他 等于说 你希望造就他 但却害了他 会把他吓跑 所以不可大有作为 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不可大大的作为 只能小小的 慢慢一点一滴来的意思 慢慢培养他 到一定的程度 他才有办法担重任 好 另外呢 易经讲这一卦 除了跟我们讲物资的机器 力量的机器 德性的机器 这三部分 那 白洋艺特别着重德性的机器 叫做德财 然后传统 易经特别 强调物资的机器 那个叫做钱财 以我们的经验 德财 远远胜过钱财 怎么讲呢 因为 只要我们有德财 就会有钱财 这个人很有德性 自然就很多人来 跟着他 有人是有土 有土是有财 他将来的成就 远远大过 你的想象 因为他有德性 钱财呢 钱财其实不定性很高 一个金融海啸来 可能钱就赔光 一不小心 可能一把火就烧光 而且这个钱财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所以要懂得戏机 德性 这个才是有智慧的人 那样子叫做无漏 钱财叫做有漏 钱财就是说 有时候有的人是这样 左手钱进来 右手就花掉了 就是钱很容易漏 漏掉 你说我 我一定要无漏 好 你把所有的钱存起来 不吃不喝可以吗 不行 你还是得要花 那所以要学会花钱 又要存钱 但是钱就很容易漏光 因为它是有漏 可是德性不一样 德性你只要不出现反倒败德 德性的戏机 它是无漏的 它不会漏 它跟钱财不一样 有行的东西都会有变化 德性它是不会变化的 而且它可以长长久久 甚至人不在了 德性还在 你看这个孔子 老子 他们的德性还不是在天地间 长存天地间 我们的前人文字不算 另外不算 还不是一样 长存天地间 德性 不一样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挂起 小婿亨 密淫不语 自我息交 团耶小婿 柔得味 而上下应词 耶小婿 见而信 刚中而自行 乃亨 密淫不语 上王也 自我息交 失味行 相耶 风行天上小婿 金子亦亦闻得 好 我们看看这个挂起 密淫不语 自我息交 从字面上来了解 它就是隆隆的 隆密的云 飘过来 可是雨没有下下来 为什么 因为有风从西交吹过来 把它吹散了 虽然有隆密的语音 但是没有下语 代表它的条件 还不够 小婿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这里有一个亨 小婿亨 密淫不以自我先 代表说 小婿代表 一个人虽然 条件还不够 不过呢 它有一个出发心 如果你保持这个出发心 就会亨通 就像人 万事起头难 就会特别用心 你一直保持那个用心 那你就会很容易很通 所以一个人 在刚开始 叫做条件还不够的时候 千万不要急着大大发展 应该开始培养自己 袭击自己 袭击自己 最好各方面的能力 包括物资 还有人力 还有德性 三方面 传统艺经教我们物资跟人力 白洋艺教我们德性 这三方面合起来 是一个人刚开始 能够发展自己 很重要的 要续极的德性 最重要 好 这边就讲到说 小婿柔德为而 上下应子 也小婿 这丰天小婿的卦象 它是柔瑶 处在一个适合的位置 跟上下的阳瑶相处应 所以小有婿 这种卦象上来讲 那金子处在小婿的状态 要懂得学习水德 因为柔 天底下最柔的就是道 就是水 天底下的东西 最像这个道的 就是水 所以要学习水的德性 以柔顺来得水 上下关系保持良好 这样子是最有利的 累积小的戏剧 叫做小婿 所以处在这一个小戏 挂代表一个金子的德行 还没有培养得很深厚 还不够了 所以呢 建而信 刚中而至行乃 和秘赢不已 上王爷 自我西交思卫行 思卫行代表说 他德性还不能够 广大的去推行 代表条件还不够 所以呢 小戏怪有五个阳谣 一个阴谣 所以刚见而 迅顺 那刚见代表那五个阳谣 一个阴谣代表迅顺 象征呢 阳刚之气 且自在上进 所以有小小的亨通 命云不已呢 这个云从西边飘过来 飘过去 自我西交 就是说金子的德行 细迹还不够了 还不能够下以下下来 所以还要多培养自己 细迹自己 所以这就是小西瓜 那我们看看孔子 怎么解这一瓜 他说风行天上 这是卦象 小西 金子与义温的 所以金子要多培养自己的德行 义温德 就是培养自己的美德 所以你看孔子所着重的是什么 不是叫你细迹财货 而是叫我们细迹德财 就是德行 钱财 这种物资 其实不用教 人也会 每个人都 天生就 人性本贪 天生都 如果有机会 他都想多拿一些东西 这个不用教 要教的是什么 细迹德行 这个比较难 因为他需要有足够的智慧 没有足够的智慧 不会晓得要细迹德财 细迹德财的方式很多 简单的讲就是财师法师无畏师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就尽量做 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看白洋义 白洋义告诉我们细迹德财 最重要要有那一份诚信 而且德财是 以我们那一份真诚 来细迹德财最容易 自成感苍天 直得宏道 我们看看他的挂起 有德金子明妻直辩是非 切宜问而尽失 金子协智其道值得宏道 学习道以度众行以信而感 这个是在讲说 一个有德的金子 刚开始蓄积德性的时候 因为条件还不够 不足以广为行德 这个时候应该努力培养自己 包括明辨是非 切宜问而尽失 努力学习 学道培德 这样可以达到行德宏道的目标 特别是学习 圣道以度重 行德诚信以感 这个很重要 如此就能够成就所谓的小序德性 慢慢慢慢累积到大序德性的大序 好 这个摇曲 六个摇 刚刚有读过了 他分别在谈的道理 第一个就是如何开始袭击自己的德性 这个开始有时候也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一个人的观念要先改变 他才会开始袭击德性 一般人观念就是说 人不畏己天诸地灭 人家没拿钱给我 我为什么拿钱给他 人家没有对我好 我为什么要对他好 就是说这种观念 会阻碍我们去累积德性 我们常说人在世应该多做点好事 做好事就是累积德性 可是越聪明的人 我们讲的聪明不是有智慧的那种聪明 是小聪明 小聪明 越有小聪明的人 你叫他做好事越难 因为他可以想的很多 他想的是自己 他不会想别人 他认为 你都比我好 或者说我什么都没有 你不给我 为什么要给 所以一个人要开始细细德性 没那么简单 再来九二 哪些修养是细细德性必要的条件 第三 如何经营家庭的圆满来配得 第四 在困难挫折中 还可以细细德性 这个就不简单了 九五 细细德量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第六个谣 细德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德行是什么 所以这里讲的都是跟德 德行德量的培养有关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谣 如果细细自己的德行 复制道 这三个字很重要 这三个字叫做回归 生命应有的轨道 什么叫做生命应有的轨道 像我们白羊天使 在上天有立这个愿下来 如果忘掉了自己的愿 就要复制道 就要回到自己的愿力上 叫做回到生命应有的轨道 如果你做的事是你上天立愿下来所做的事 你就会做得很踏实 而且你可以跟上天有很多的感应 跟先佛 诸佛不赛也有很多的感应 你可以知道你清楚的知道你在做什么 而且一步一步都很踏实 因为那个是你来人间要做的 这个叫做复制道 但是如果不是从上天来搭帮助到的 是在人间流落六万年的 那一些复制道的意思就是 要回到生命应该有的轨道 就是说君子的正道 就是不要违背君子的正道 君子正道就是一些道德规换 先回到自己的道德规换 先遵循道德规换来过生活 何其旧 这样就没有什么好罪旧的 而且是很吉祥的 好 白杨义就讲了 民旗子变是非 修道人人 重行道 修道生思是非 你看他不断地强调修道修道 细机德性最好的方法就是修道 修道就是四件事 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救好人 这个四件事就最好累积德性 复制道 细机自己必先回归君子正道 好 至于如何复制道呢 就是要透过修道 生思体会做到民事理 便是非有为有守能何君子正道 这个叫做复制道很重要 好 再过来第二个 哪些修养是跟细机德性有关 而且是必要的 九二 千负 这个千负很重要 千负就是说 我自己一个人复制道 还不够 要牵着很多人 叫做复乡提西 我们的兄弟姐妹 严胎佛子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大家手心手心念心 一起回到 这个道 君子的正道 一直回到修道 一起回到 离天顾家乡 急 如果能够 手携手 回到君子正道 不为小人所致 不至于上司自己的原则 当然是好 急 我们白杨义说 介于问而尽师 自成赶仓 杜仲宏 言其 信尽得是行 这里讲的其实就是杜仲 最重要 一个人要杜仲的话 那个就是回到 生命的轨道 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回里天 最好的方法 就是杜仲 杜仲的德行 就等于说我把很多人都牵起来 这样子 就像我也是一条细线 把大家都串起来 每串一个就是杜一个 串一个杜一个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串起来 不要杜了又跑掉了 杜了就要把它杜上西天 所以要串好 所以叫做自成赶仓杜仲 杜仲宏 一起向上提神 所以这里讲的千负杜仲 就是很重要培养 细基德性 小细卦要做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那为什么白羊义 譬如说 我们前面讲到第八个卦 那个最不好的卦 他叫波卦 他在那个卦里面 白羊义叫我们要求之以道 然后在小细卦这里 叫我们要杜仲 仔细细想一想 还真有道理 你看 我们发现 心到亲最容易度人 他要度人好像特别容易 比如说这个人求得到之后 过没几天就带人来了 你在国外特别有这种经验 一下子就带好多人来 甚至整个家族都给你带过来 心到亲道理都不懂 为什么反而特别容易度众 而且一个一个统统把你牵过来 牵负度众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 当我们在道理中越久 越滋生 越不容易度人的感觉 因为我们都在忙其他的事 比如说一天到晚开会 讲课 而且我们认识的人 大概就这些 能度的都已经度完 那种感觉 但是心到亲不一样 小细卦代表心到亲 他很容易度众 他比我们容易度人 真的是这样 所以很有 所以你看百洋义 他就把度众放在小续 挺有道理的 所以千父除了自己有道 还要能够帮别人有道 提惜别人一起努力实现 君子正道 这个叫度众 当然这个需要自成来感人感天 从问道师言道有信 德行 近人当中要做好人的互动 其实度众 他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 因为度众是菩萨道 菩萨道就学六样东西 布施直接人有精进 成定智慧 度众也是培养一个人德性 最好的方法 因为你去度一个人 你要接受很多的磨练 说不定刚开始人家误会你 你不能跟他生气 你还得要去关心他 大老远还得供过去 那种磨练就是一个德性的展现 所以度众很重要 这种训练绝对不能少 好 再来第三个谣 如果经由家庭圆满 叫做起家来配等 家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 同时也是我们修半道的基础 因为修天道有什么 人道做起 九三遥讲 与托福 夫妻反目 夫妻反目 你就知道夫妻吵架 成仇反目成仇 糟糕了 这样子怎么修 怎么修德 没办法修 因为夫妻都吵架 谁会跟你 看你家庭都不能圆满 这样子这个道好在哪里 所以 所以这边讲 亲子学智其道 我们学道应该把道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叫做学智其道 所以叫做知行合一 并重 理智道而已辨认 所以 理智道就是把道行出来 用这样来辨别一个人 是不是真修实验 所以夫妻反目成仇 有如车轮脱落 无法行走 就是我们小西瓜 最怕就是 家庭没有言蛮好 就想 有什么大的作为 比如说 我们刚求得到 要开始度众 所以就开始 忙这个忙那个 但是家里人忘了度 家里慢慢会造成误会 家里误会不谅解 就会给你阻挡 那就变成 好像夫妻反目 车轮脱落一样 所以 这个要是讲家庭圆满 很重要 是我们小续挂 小续 德性的阶段 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那个是我们的基础 所以学道在日常生活当中 实践 如何守住 精子正道 如果没有做好 家庭不圆满 夫妻反目 代表理论上 很会讲 实际上 很不会做 生活的落实 精子正道不足 所以九三角讲 精子学道以致用 细枝形合一 并从任生活当中实现 才可以辨别 是否有在征修实验 征修 征修道 好 再来看六世 当然 小续也有困难挫折 心道心 难道不会有困难挫折吗 一定有 所以有 在挫折困境中 要接受锻炼 还能够蓄击德性 经一世长一致 有福 血气剔出无救 原来这个困难 还有血光之灾 但是因为有诚信 那有福 所以除气的血光之灾 孔寂能处无罪咎 这边强调的是说 一个小续阶段的心道群 最重要是那个诚信 要守好 所以有德精子 直得宏道 亦以信诚 所以那个诚信 亦以信诚 道可复 博写审问 亦之胜 所以有德精子 越是困难挫折 越能够守住诚信 直得宏道 以袭击自己的德行 这个很重要 困境中 易经本来就有个困卦 孔子说 困卦是德之辩 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 你要看他修得怎么样 他的内德涵阳怎么样 就看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 有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大发雷霆 脾气变得很不好 那就根本没有在修内德 所以困境 要把它当作锻炼 叫做真上眼 那这个人就很有智慧 他会不断成长 因为人生不如意识 时常化就 把每一个不如意识 都当作成长的因言 那他会越来越好 以诚信来警惕 来应对所处的危险困境 所以这边教我们说 好 易道困难没关系 但是要守住诚信 最理想的状态 是做到值得以宏道 执着这个德性的涵养 但是不离这个道 就是宏道 尤其要以义行配合诚信 义行就是多做 对大家有义的事情 多帮助人 多做好事 以博写审问配合锦炼设计 如此可以免于祸患 更能在德性上 小有积蓄 好 细极得量的最好方式 这是第五谣 这个谣 是一个领导者的谣 九五至尊 所以这边讲说 有福软儒 有福就是有诚信 软儒就是因为诚信 所以得到一个很好的 结交的朋友 软儒就是好像勾肩搭背一样 两只手搅在一起 叫做软儒 只有好朋友才会这样子 所以因为诚信 所以因为诚信相互提息 就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富以其林 这里的富 当然也有财富的意思 另外就是说把成功 跟大家来分享 这样可以获利三倍 富以其林 那九五是一个领导者 代表这个领导者很成功 因为他有诚信 下面的人都跟他很交心 叫做软儒 而且他也懂得分享 把财富分享给大家 这个代表说 小旭如果是国军来做的话 领导者来做的话 他应该要这样子 不要违背诚信 而且要有好处 大家分享 那白杨毅就是说 学习道与度众 白杨毅认为说 真正的财富 应该用来培养得量 这个才带得走了 所以要学习道度众 人以其事德 今子行以子取问 学道度众 是所有培养得量当中 最好的方法 方式 所以叫做学道度众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 小戏有财货的累积 那一个人累积那么多财货 干嘛 要懂得分享 所以 你看那个国外 有很多大企业家 什么 比尔盖茨 什么巴菲特 他们都签了很多钱 你看郭台铭也签了很多钱 他们这些大企业都很有钱 而且又懂得财货的分享 所以这个赔德的效用就很大 但是如果论这个培养德性 比这个更大的就是度众 度众培养德性更大 相对是这样 就像金刚经 释迦摩尼佛讲的 你用像恒河杀树 那么多的金银财报来布施 倒不如你好好的讲道理 给人家听法师 让人家听得懂 而且听得法喜 另外信受奉行 那个功德更大 所以这个培养德性 好 刚刚讲到邪道度众 对不起 邪道度众是培养德性 最有效的方法 财师 法师 无畏师 所有的布施 都是希望能够启发众生的菩提心 他的菩提妙智慧 一旦被启发出来 他就自信自度 这个叫做度众 所有的菩萨都是为了度众而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培养德性 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为了度众 今次可以随言就方 以执救区 言容释方 来成就众生 这个很重要 最后上九讲到戏机过程中最重要的德性是什么 我们看看上九 他说既以既处 上德在 负贞力 这个意思是说 乙也下下来了 本来刚开始讲说风吹过去 没有下雨 云被吹散 现在细机的德性已经够了 就好像这个雨已经下下来了 德性已细机 而且车轮也修好 夫妻和好了 妇能守真正不便捷了 这样子 叫做负贞力 业绩旺 那这时候是很圆满的 就像月亮 来到最远的时候 精子真凶 但是小戏毕竟不太适合 大有作为 不要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大大去做一换 如果现在出真必不利 会凶 就是精子真凶 所以我们的白羊义 就告诉我们要行以信而感 还是要累积个人的诚信 然后来感动更多人 感动更多人是代表我们的德性 德性是什么意思 德是存在别人心中的感动 不是自己认为好就好 还要别人认为好 那所谓的好 就是别人能够感动感念 感谢感恩 对我们所作所为 那个叫做德性 所以叫做 德是存在别人心中的一种感动 所以叫做行以信而感人 所以修道行礼协议之 诸金行窃礼民生 所以要培养德性 顾重 然后诚信 尤其诚信来累积 我们所作所为 能够感动人心 诚信陪德 好 这个时候已过天晴 一切困难考验都过了 那一位有德金子 正是让德性小有机器的时候 那白羊呢 就在提示本卦的重点 培德要以诚信为前提 同时要不离修道 依礼而行 那一切的作为皆惜合理 以杜众 如此 可 自民得逞 所以刚刚有讲到 小戏挂是白羊义里头提到 要杜众 因为 处在小戏阶段 通常是心道琴 他们度众 最容易 而且 一发心就很容易度众 那所以要多多度人 将来培养德性是最容易的 但是培养德性的过程当中 特别强调诚信 以诚信为前提 因为如果 诚信没守好 那所有的修 再什么修 人家都看不起我们 因为连诚信都守不住 好 所以这个小戏挂呢 人生过程中 要懂得开始经营自己了 经营什么呢 除了财富能力外 还要德性 这个小戏挂就是 开始 袭击德性的意思 因为袭击财富跟袭击能力 这个不用人家教啊 自然他就会做 那 但是 这个 白洋义 特别强调的 不是这个 钱财的袭击问题 而是德性袭击的问题 那我们初九尧讲复制道啊 就讲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先回到金子的正道 做人的道理先遵循 才能够谈袭击德性 这样子 袭击财富这样子 那第二遥就是签负 签负的意思是说 不要自己好就好了 民德还要新民了 最好带着一群的一群努力了 有时候我们需要有真心诚意 来带动大家这样子 那九三 九三就是夫妻反目 那当然不行 你要培养德性 家庭要和乐才行 夫妻要童心 这个是实现小西瓜必要的 六四呢 六四要柔得胃 以诚信来实现小戏 必没恐惧 那九五呢 是讲小戏不能独负了 要懂得分享 行德来分享 上九呢 小戏财富已足 要进一步发挥更大的袭击 就是坚持坚持的正道 更大的袭击是德训 成为大戏 好 那小戏之后是大戏 小戏跟大戏的差别 就在小戏呢 他在戏机德性上 还要人家带 人家教 大戏呢 是他自己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 他都会把握 戏机德性的机会 你不用教他 他就会做 那个叫做大戏 好 那我们下一次 再来谈这个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